在中秋节的前后 有好几个民众就跟我们反映了 远东卦仙总场 抽签要调一些员工到越南的事情 我们就往回追 发现这个消息是分布在远东里面的好几个单位 那个员工也反映说 主管说抽不到 抽到不去就要调单位或自动离职 这几位员工 反映的员工不知道要去越南是几年 多久可以回台湾几天 也不知道薪水福利到底是怎么样 完全不知道 只知道说你一定要抽签 否则你就要慢慢的自动离职 希望劳工在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能够多了解劳动基准法的相关保护 争取自己合理合法的一个权利 如果公司真的这样做 我们就认为说 好像回到我们新竹县一个 劳工权益的一个不文明的一个蛮框的时代 非常非常的严重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